创新和指数级时代 这都是什么呢 如何来实现 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是E-Business协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路易吉·马特隆尼 路易吉欢迎您 那么请告诉我们公司之前和未来需要如何创新 而首先请告诉我们什么是指数级时代呢 当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技术发展的速度可称之为指数级的增长 考虑一下中国 日本在之前数周内发生的变动 这已经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股市形成了连锁式影响 现在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 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其他地方 所以指数级时代受科技发展的推动 让事件的影响和想法能够迅速遍及世界 譬如举例来说 让我们比较线性增长和指数级增长 线性增长非常简单理解 如果要走30个步 那么12345依次增加上去 下一步开始就是我上一步结束的 而对于指数级增长来说 增长会是124816 您知道在30步之后会走到多远吗 很多人未必知道 会是10亿级别的距离 而这就是现代科技所推动的发展指数级别的变动 虽然尚且难以确切预期前景 但是这已经在影响到了企业未来 因此如果我们看看一些过去的产品 科大公司管理层没有看到数码相机的发展 会是指数级别的 这也导致了他们从行业内出局 而在当前的时代 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越来越多 因此企业必须要密切关注 行业内技术的指数级发展 这很重要 那么各大机构需要如何 对这样的技术爆炸时代做好准备呢 考虑到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 技术指数级变化时代 这同样要求我们对待技术更新 有指数级的根迹速率 那么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 会比单纯提供产品更为重要 好的思维模式会推动企业发展 从一无所有到茁壮成长 那么始终跟随着潮流发展的企业 将会持续地经营下去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优步公司 他们通过技术的跃进 正在瓦解传统的交通运输手段 优步成功地跃用了先行存在的资源 发展出全新惊人的商业模式 而且扩张速率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我们公司也应该如此 至少要跟随着技术爆炸时代的 创新大潮来进行业务 这应该分三步走 首先是公司的管理层 应该持开放的态度来推动企业 培训企业的成员了解 和明白现代时代的进程 已经是指数级的时代 再者是科幻故事 也是思考的途径 就像作家们描绘的科幻世界一样 您能够想象20年后的行业未来吗 这需要努力来理解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会创造出有利于公司发展 新的理解角度 第三步就是编辑创新 一个企业肯定是不想瓦解 自己的核心业务的 因为如果变动太大 这在短期时间内 会对企业是巨大的打击 但是可以通过企业的 编辑创新开发 让雇员们成为创新者 这样会让公司不再 雇不自封 具备创新的思维模式 之后一些创新的项目 可能会转变成商业契机 太棒了 那么您是否看见 对金融行业的特别影响呢 是否需要从业者注意呢 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前没有一个行业 能够无视技术的指数级增长 所有的金融公司不可避免 很多行业内的公司 被新创企业所击败 在美国存在着巨量银行 现在他们都已经准备 或者已经开始进行 行业技术的创新 考虑支付 信用 借记小额支付等众多技术的改进 因此那些存在 并了解现代技术爆炸时代的金融企业 银行 金融机构才能够抓住发展的机会 继续地壮大下去 当然也可以对一些初创企业进行并购 整合出新的商业模式 发展新的收入来源 保持企业未来的行业竞争力 因此对于金融行业管理层来说 创新才能够让他们的企业 有积极的思维模式 从而更好的面向未来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以及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